youtuberme飞于去年生虾女儿小恩 近期开始请妈妈帮忙带小孩后 发现来回的交通费不低 因此决定购买车子代步 他买了一台1999年生产的中古金龟车 在试车的时候就发现 车子的手套箱坏掉 置物柜里也开 仪表板也不会动 为此车行特意将车子送到台南 找专门维修金龟车的师傅处理 没想要开回来路上发电机又出了问题 她只好再送回去维修 索性这些都在交车前就弄好了 自己不需要负担维修费用 然而蜜菲第一次开车出门时 冷气居然坏了 让摄影师也忍不住询问她 为什么买这么旧的车 她则谈言是为了原小时候的梦 所以蜜菲将车子送去包摩 时店家也直言这台车很惨 但蜜菲早有心理准备 知道买老车就是会有一堆毛病 所以更仔细检查所有细节 也很庆幸遇到的有耐心的厂商 帮她解决车子问题